大家好,我是夜晚三点半的鬼叔 今天鬼叔给大家介绍一部日本恐怖电影RCH的诅咒三 故事一,男主召集了几个朋友在家中聚会 突然眼镜女说,这个房子里很是阴森,先行离开了 几个人只当眼镜女神经质都没理会 然而第二天有参加聚会的朋友称 他们的照片上出现了一个诡异的影子 果然男主一看发现照片里都有一个影子 然而男主却把这个照片发到了网上 果然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这也让男主十分兴奋 在这之后男主在洗澡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个女鬼 男主虽然害怕,但是把这段经历发到了网上 隔天一个女生来到男主 而且当男主到家的时候,女生突然意外坠落死了 男主急忙将女生送到医院,在这里遇到了眼镜女 聊起这几天的恐怖事件 眼镜女跟随着男主来到她的家中 眼镜女告诉男主她活不长了 原来曾经有人在这里死亡,化成了厉鬼 随之一个女鬼出现朝着男主和眼镜女冲了过来 故事二,女主和几个朋友来到一家废弃的酒店探险 途中男友捡到了一枚戒指,给了女友黑发妹 在这之后众人来到了一个人家 当天晚上女主洗澡的时候看到了一个黑影 随后他们一起吃饭,朋友让女主拿个毯子 女主因为太懒就想到旁边的壁橱看看 结果在里面看到了一个贴满符咒的箱子 女主将符咒拍下发到网上 很快就有人回复称,这是退散恶灵的 吃完饭后,女主回房间的时候再次看到了鬼影 第二天女主想到那个符咒的盒子就和朋友们一起打开了 发现里面是一个人偶娃娃 然而在这之后大家都看到了鬼影 几个人都被吓得不轻,准备离开这里 可是此时走在最后的黑发妹 手指不知道怎么断了 众人这下更加害怕了 赶紧将黑发妹送到医院 这件事情之后 女主认为是娃娃伤害了黑发妹 于是把娃娃烧掉了 没想到烧掉之后就接到了黑发妹死亡的消息 原来这个娃娃是保护他们的 真正导致黑发妹死亡的是那枚戒指 故事三 男主和妻子以及女儿搬到了新家 而在附近有一个奇怪的老婆婆 最近总是播报有关孩子失踪的新闻 于是男主总是让女儿远离那个诡异的老婆婆 甚至还将老婆婆送给女儿的玩具扔了 好在妻子给抢了回来 才让女儿不再继续哭 之后男主来到公司 公司的同事给男主讲起了关于隐藏盒的事情 传闻这个隐藏盒是一个诅咒 在盒子中关着孩子的尸体 同时这个盒子只需要拿尸体就可以 男主一看那个老婆婆送给女儿的就是隐藏盒 这时男主接到家里的电话 自己的妻子受伤了 将妻子送到医院后 男主回家照看女儿 结果找了一圈也没见女儿 男主将那个隐藏盒打碎 在里面发现了女儿的脚和手还有头发 紧接着男主来到老婆婆的家 在这里找到了女儿的尸体 而最后经过调查 居然是男主的妻子杀死了自己的女儿 因为他认为 女儿占用了丈夫对自己的爱 故事四 女主和长发妹非常喜欢逛论坛 两个人也经常在论坛看一些灵异的帖子 之后两个人也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 称一个女人带着一百万到了一个地方 询问谁能知道这个女人去的地方在哪 猜对了就会给她一百万 当然这个帖子只是女主和长发妹下编的 但是网上仍然有很多人 执着于回答两个人的帖子 第二天上学的两人突然看到了一个新的帖子 帖子称 有个女生在网上发布了一个帖子之后就被人杀死了 查看答案后称 因为这个女生发布的是假帖子 两个人看了之后都没太在意 晚上长发妹回家突然听到房子中有奇怪的声音 随即第二天一个晨跑的大叔就看到了长发妹的尸体 隔天 帖子再次有了新回复 帖子中有人问 为什么发布帖子的人没死 反倒是她的朋友死了 随即又询问 发帖的人什么时候死 下面回复 现在 而后一双惨白的手抓住了女主 杀死了她 故事五 女主最近聊了一位男网友 这天男网友让女主拍一张全身照给她 可是女主身材不好 十分自卑 找了个理由 搪塞了过去 之后女主来到论坛求助 其中有一个人发了一个链接 女主点进去查看后 发现这是合成软件 软件中需要女主把自己认为完美的部位 上传进来 第二天女主来到学校见到了一个长腿美女 于是拍下了她的腿 又拍了闺蜜的手 晚上将这些上传到了网上合成 果然合成了一张美女的照片 然而第二天被女主拍照的两个人都遭遇不测 失去了被女主拍照的部位 女主有些忐忑 然而夜晚回家时就看到一个扭曲恐怖的自己 朝着自己走过去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